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群勇者 从不满于现状 他们是一群智者 友善拓战疆运 斯德莱 以勇者的毅力去开拓 以智者的事业去洞察 洛阳斯德莱 钢贵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6年 公司总占地面积58000平方米 钢家具年产量50万套 是集研发 设计 生产 销售 服务一体化的大型钢质办公家具知名企业 斯德莱专注拆装钢质产品的设计研发 努力为中高端客户提供时尚简约 符合办公环境设计的优质钢质办公产品 斯德莱产品 包含更衣柜 体柜 文件柜 橱柜 货架 密集柜等多种系列钢质产品 服务网络已遍布国内50多个城市 愿意获得高端客户与定制系统客户的青睐 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 在国企市场已备受客户喜爱 斯德莱拥有花园式现代厂房 完善配套的生活设施 良好的工作温围 凭借精益求精的工艺要求 尽善尽美的品质标准 斯德莱钢贵产品质量不断提升 每一步生产环节都做到了极致 在海尔莫车间 小家具产品正在进行精细的加工 斗围冲压线是小家具加工的第一步 员工把原材料送上生产线 经过冲压开始进入第二步自动折腕的步骤 上料车到位后固定脚温 自动折腕机折叠出精准的角度 接下来将原材料牢固的焊接在一起 最后经过除油烘干 开始进行喷塑操作 再次烘干后 产品就加工完成 可以包装运出车间了 四抽砖线上 新机的生产设备加工出优秀的产品 整齐的钢卷在四条自动生产线前摆放整齐 经过冲压与滚压成型 一条线一次成品 然后上料车把材料送到自动折腕机上 固定脚轮折腕完成第二道工序 再经过点焊喷塑流程 产品就加工完成了 货架专线加工 对于设备与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原材料经过冲压滚压成型 实现一次成品 然后上料车把材料送到自动折腕机上 固定脚轮自动折腕 完成第二道工序 再经过点焊喷塑流程 产品就加工完成 刚柜的工艺流程 要求加工工艺先进 设备加工精度高 技术工人操作锁链 自动折腕要求加工精度较高 每组组装后 外扩尺寸几乎无偏差 见缝间隙均为一致 而喷塑加工后 可以让柜面不容易脱落 有助于环保耐用 并且美观 也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 经过加强的处理之后 它有着坚固的作用 正是由于斯德莱 不断提升产品生产线的科技水平 不断完善生产线的每一个工艺环节 才成功建立起斯德莱的品牌形象 实现着斯德莱 做中国最受尊敬的钢柜企业的洛言 斯德莱的发展 充满希望 我们始终为热爱钢柜行业 有思想 有品德的人 提供平台 共同发展 让我们的钢柜产品 遍布全球 我们也始终坚信 公司要与员工共同成长 要与社会共同承担责任 斯德莱懂得 创新型企业 就要坚持以人为本 突出人才的重要作用 实现员工的全面发展 给予员工充分的教育和培训 努力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激发员工的执行力与创造力 在共同参与的员工活动中 强化凝聚力 向心力 斯德莱懂得 一个坚持科技创新的企业 才是一个可以受到社会尊重的企业 一个可以做大做强的企业 斯德莱时刻不忘科技的力量 不遗余力地完善着各生产线的生产工艺 建设一个现代创新型的钢柜生产企业 在学习中进步 在创新中超越 在竞争中发展 在协作中共赢 如今的斯德莱 正驻足在巨人的肩膀上跳跨 以取得的成绩为基石 带着诚信与责任 扬帆出海 是向更加波澜壮阔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